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诗篇的第33篇 诗篇33篇在敬拜上帝 敬拜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讲到神的创造 33篇里面有到22节 1到22节 那我们就专注在第4到第9节 这边讲到神的创造 让我来读一下 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 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 神他的工作就是创造天地万物 而神的本性是言语正直 他尽都诚实 他喜爱仁爱公平 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到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天地 鸟语花香等等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慈爱 他聚集海中如海水如雷 收藏身羊在仓房 这个海也是上帝所造的 上帝把海聚集在一起 就是海洋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神他拣选了以色列人 不过神的福气是要 这个诗人呢 也似乎回应了创世纪 还有约翰福音所讲的 创世纪神创造天地 他说要有光就有光 在创世纪第1章第1节 还有第3节里面有讲到 所以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 在约翰福音新约的福音书的第4本 也这样跟我们说 这个道 道就是耶稣 凡所造的呢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 借着道所创造 而道就是耶稣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所以创造呢 是神用他的话语 借着耶稣来创造 那在诗篇这边讲到说 神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这个宇宙万物是他所造的 诸天借着耶稣华的命令而造 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这整个世界的一切的东西 日月星辰都是他造的 你看何等的伟大 当我们现今的这个科学越来越发达 我们就发觉人类啊 我们人所了解的好像是似乎越来越少 宇宙万物这样子的浩瀚 这样子的伟大 这样的奇妙深奥 真是反映我们人实在是非常的有限 我们地球 地球是太阳系的地球 月亮又是地球系的月亮 太阳系里面有九大行星 太阳系是在银河系里面 银河系又有一千万 一千万两千万的这个太阳 太阳系 一千万两千万的太阳 在银河系里面 那又有多少像银河系的这种体系呢 又有多少银河呢 现在我们知道又有一千亿的 一千亿的银河系这么多 你看有这么多的一千亿的太阳 在银河系里面 那整个宇宙又有一千亿的这个银河系 那我们人算什么呢 我们人只是一个小沙子 我们人只是在地球的一个角落 这么小的一个人 你看看神所造的是何等的浩瀚 神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我们感谢主 我们要赞美上帝 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所以要来赞美祂的原因 当然很明显就是祂的创造 当我们看到神所造的万物 就叫人无可推诿上帝的伟大 上帝的存在 我们感谢主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主 我们赞美祢 因为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要敬拜祢 因为祢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祢创造了天地 祢也创造了我们 我们都归属祢 我们都是属于祢的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转发